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就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走勢 原油,黃金,銀紙,道紙,英鎊 首先介紹原油的月線圖,看到這個位置做了頂 做了頂跌下來就會分ABC去調整,第一層會是A,沒問題 第二層B就會分ABC,做了B 第三層B會是C,C會有兩個可能性 C會是一個驅動浪,第一個可能性是一個推進浪 第二個可能性是一個傾斜三角形 這裡看到1浪和4浪是沒有重疊,應該是一個推進浪 一個推進浪會用1,2,3,4,5 現在就走到4,準備到5這個位置 看看裡面的指項,1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2就會是一個A,B,C,這樣上 3就分為1,2,3,4,5 我們也可以先量一下 用Fibonacci擴展線 然後找回3裡面的5浪,看看是否屬於這個指項 我們把1浪放在4浪的波幅 終結 就會看到5浪 就會看到5浪 就會跟1浪有1.8的波幅 會有1.8的波幅 在3浪 即是說這裡是1,這裡是2,這裡是3,這裡是4 那4浪呢 看回STC 也看到有一個 A,B,C的一個穿線 現在是做了4差 看到這裡是做了4差 即是說4浪 很大機會都完成了 即是說現在是跌進去出5浪 因為我們有了1,2,3,4浪 我們也可以量一下5浪 有機會去到哪個位置 就用Fibonacci擴展線 找回1浪的波幅 然後放在4浪的終結 就會看到0.618的位置 所以這個波幅 就會低不過 低不過之前的3浪 最低位置 所以這個可能性就比較小一點 反而說1比1 即是5浪和1浪是1比1的關係 這個可能性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它是跌穿了15.35 跌穿了前面3浪的底位 所以5浪的目標又可能是15.35 然後暫時就這樣看 即是說之後會有個5浪 是會有機會跌到這些位置 那我們就可以看看黃金 這裏是黃金8小匙圖 暫時都是在走一個 C浪裡的 向上反彈的一個C浪 或者轉去周善和其他看 這裏是 2015年12月 A浪最高是1375 那就是2016年7月 這裏是A 接著這裏是B 接著這裏是B 現在是C浪 這裏是C浪 C浪會分成 很大機會是1,2,3,4,5 但也有可能是3,3,3,3 有這兩個可能性 這裏是推進浪 1和4是不會重疊的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 KJ3角形 1和4浪 1和4浪 會重疊的 有這兩個可能性 或者去8小時圖 看看 現在是走到C浪的 哪一個位置 C就分5個子浪 無論是KJ3角形 或者是推進浪 也會分5個子浪 對 差在裏面的子浪 是由3個子浪 是由中型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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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5個子浪 1,2,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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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走到基本級3浪的 中型級3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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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型級5浪 現在應該是出中型級5浪 那小型級3浪 中型級4浪 我們可以驗證一下 中型級3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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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型級7浪 中型級2浪 中型級3浪 看一看5浪的目標去到哪裏 由於這個小型級5浪同時是中型級3浪 我們只需要用中型級1,2浪就可以大致上知道中型級3浪的目標 就有機會去到1,3,6,7 是一幅鹵,5 soprattutto這個 可能它是一個 1301,然後345,然後做中原級4 由於他也要升到比較高的位置,我覺得也會升到 這個中原級5可能會延伸,有這樣的可能性 可能會延伸,會去做這個基本級的三樓 暫時的走勢還是看向上,之後如果可以清穿之前的高位 我們就可以用這些支撤位置做一些支撤位置 我們就可以用這些支撤位置做一些支撤位置 暫時看也好像是調整中 這裡就看見是在收足 也可能是一些調整完成的訊號 這裡是30分鐘的訊號 這裡是1295 1295就做了頂 這裡是12345 然後是ABC12345 這裡就做了一個set set 第一重調整W就是做了一個set set 然後是一個平台浪 1,2,3,1,2,3 然後是1,2,3,4,5 然後是1,2,3,4,5 這個S就是平台浪 應該是255,2,1,2,2 1,2,2,4,5 完成了調整,短線的支持位置是這些,跌穿了就要小心點 如果不跌穿這個位置,暫時看上去 跌穿的話,可能會落深一點,再調整再上去 30分鐘後看到MACD,這個位置做了四叉 也在牛區做了四叉 這個位置暫時會有阻力,要升穿才能再上去 可能也有機會出現少許調整,下星期開始的時候 即是在這個位置,要升穿才能上去 例如剛才提到13001的位置 現在看看導致,導致這個月線圖 看Histogram,這個月就是第一個月開始收縮 第一個月開始收縮,可能會跌得太厲害 譬如當這個月收了 如果這個月收縮的時候,Histogram,他也會收縮 可能下個月有機會會跌得太厲害了 這個看法 那這個月在今個月位置是屬於5-1-2-3-4-3-5-0-4-3-3-4-3-4-3-8-3-2-1-4-2-3-4-4-2-1-3-4-2-3-3-1-7-2-3-4-4-1-1-3-4-7-1-4-2-2-3-5-2-3-1-3-1-4-4-2-1-4-3-8-2-2-3-4-3-3-3-2-1-4-3-4-3-3-4-2-4-5-1-4-1-4-1-4-1-5-4-3-2-0-4-8-1-4-1-4-3-4-7-4-1-4-1-3- 日线图上次说过,时间周期下跌了第34天 所以短线也会有反弹 这支竹会是跌了第34支竹 刚刚好是做了最低位 如果是跌穿这低位 如果下跌穿低位,目标就会看 55 位置 如果下跌穿低位,下跌到 55 日 如果下跌穿低位,下跌穿低位,反弹到下跌穿低位,下跌穿低位 只要不跌穿這個位置,就會一直反彈到第55之竹的位置 萬一跌穿,就會一直跌到第55之竹的位置 由於一些技術指標也是利膽,所以連都不排除 這裡是回圈級三浪,即是回圈級四浪,即是ABC 首先現在的A,就是1,2,3,4,5,這樣做了A 即是現在的A,有機會是A的第三個字 看到兩的反彈,可以去到053,200,所以可以去到利潤 現在的三浪,三浪的1,2可能會這樣 这是三浪的1 这是三浪的2 就是用三三五的平台浪去做 三三 这可能是一个讯息平台浪 如果它比较高就会是一个扩张平台浪 也有可能是一个扩张平台浪 也有可能是一个扩张平台浪 这样就会是一个2 这里跌下去是1 那之后就会是三 这样就像是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始终指标上 都像是 之后的走势都会是向下的 那这个可能性 为什么会觉得有呢 就是因为这里 这个下跌 跌穿了之前的位置 它是像是用一个三个子浪的形式去跌 这样就有点奇怪 看到这里好像有一个ABC 正常一个结尾 通常都是用5个子浪去跌 但这里就似乎是用3个子浪 所以也不排除可能性 就是有3 3 这样的平台浪 这样的平台浪 我们用Vivonacci 的扩展线 去看看目标 可以去到哪里 这个平台浪的反弹 看到1比1的位置 就已经是升穿了 那就是说 这个平台浪 最高的平台浪 最高的平台浪 最高可以反弹到 这个位置 对 20705 这个平台浪 最高是反弹到这个位置 在这些位置 才会下跌 甚至是 主要是 觉得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 就是 A B C 结束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 A B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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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天就站穩在上面 即是说这条线短时间内也应该有点支持 如果再跌穿多一次,似乎比较离达 再跌穿多一次,可能就会下去这些位置 暂时就是这样看法 这里是个小时图,反弹看到这里高了24600多 直到上周的低位 反弹比例是曾经试过0.5 24190的反弹比例 一到后就跌穿0.302的比例 似乎在这几个比例之间上上落落 看看能不能够再跌穿0.302的比例 如果站不穿在上面,可能就会下落 如果站穿,仍然是逐级挑战 对面这几个比例 或是这个几个位置 比例要起逐级挑战 如果再继续这几个位置 就会再进一步挑战 而4305,0.118的比例 就会是这样逐级去挑战 那我们再进入短线的时间图,15分钟 看看短线有哪个位置是不能跌穿 这位置是不能跌穿 那我们看看MACD,15分钟图 看到这位置曾经跌穿过,4叉再金叉 这个位置是一个有效的支持位置,不可以跌穿 这位置做了4叉,即是这个位置是有效阻力位置 即是这两个位置,暂时可以做一些短线的操作 对,就是这个位置 和这个位置 当然要配合,要数排浪 那如果升穿回这里,这个位置是24190的位置 升穿回可能就会挑战回 或者在这里量度 如果我们用Fibonacci抗战线 去量度 就找到这个位置 低位,高位 和刚刚回套的位置 去量度 如果升穿了这个位置,可以去到哪些位置 看一看0.618比例 主要是两个位置 就是这个 0.618这个位 和1比1这个位 即是一升穿这个位 这个阻力位 第一步就是挑战这个 24282 475 如果升穿其穿 有机会挑战这个位置 2475 所以 所以要看看能否升穿,最少可以挑戰這個位置 其次就是這個位置 如果挑戰這個位置後,就要看到時的MACD訊號 然後再自己去收拾牌 因為我拍這些影片還未能和大家分享 所以主要是看中長線的看法 主要平時的操作一般都是要靠大家去收拾牌 基本上我是分享一些技巧和操作上的心得 所以有時未必看我這些影片,未必會選得太足 即未必可以看過貼士 這裏是英鎊 英鎊方面 2008年 2008年就看到頂了 2007年11月就看到頂了 這裏是A 然後是A B 似乎是複雜形態的B 然後這裏有一個C 然後這裏有一個C 對 那就是AB做了 那就是C C C 分5個子浪落 C 就是分5個子浪落 那這裏起碼不會是3 因為3 5環也是最短的 那這裏有一個C 那這裏不是3 那這裏是1 那這裏是2 那這裏是3 那這裏是3 那這裏有些反彈 反彈有多高也不定 但這裏應該不高 反彈有多高 在這個位置 就會落到下方 至少要做個5 那這才會完成 甚至乎只不過是1 2 3.2.3.4.5.3.5.3.5.1.3.5.3.5.3.2.5.3.3.5.3.5.3.5.3.4.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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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3.5.3.5.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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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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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 高速度量的空間也未必有太多,所以策略上不妨在這方面的空間也未必有太多, 在这些位置,应该买也不是问题 我本人觉得这样的看法 似乎在下的空间也不是太多 最多是1.1 所以可以低级或平均成本 都是一些可考虑的策略 今天这段影片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可以按个赞,还没订阅频道可以订阅 可以分享给朋友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